我先来说吴先生 游戏不能坑队友 但可以坑家人是吧 而且还有一点 游戏就是让你沉溺于 这种安乐和享受当中 人一旦持续地沉溺于 这种安乐和享受当中 就会断然丧失斗志 但是你还是要活在 现实生活当中 对不对 所以逃避不是问题 接下来来说 女士啊 其实你是有一些焦虑情绪的 可能也是因为 她一开始在结婚之前 对你太好了 让你一下感受到了 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 所以你对她抱了 无限高的期待和期望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 把那种好一直持续下去的 有的时候说话 其实是需要技巧的 尤其夫妻之间的说话 我们要学会好好说话 就是你带着一种情绪 在跟她说话的时候 你势必会激怒她 激怒她之后 你也会伤心 你也会受伤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所以调整 你对于她的一些态度 还有你自己的心态 我相信过一段时间 你过了你这个产后的 特殊时间之后 你会有所改变的 当你发现情绪 没那么激动和焦虑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适度 应该对她 做出一些的调整和改变 好吗 好的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你们的问题非常有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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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